陳隆憑藉著好功夫演出過不少武打電影,高難度的無數動作,讓影迷們看得超過癮,至今創下許多驚人成績,更是第一位獲得奧斯卡終身成就長的華人演員,沒想到現在68歲他,絲毫沒有退休的念頭,近期還積極宣傳新電影,不過在受訪時他也罕見土肉心聲,說出目前動作演出, 演員的困境,與大根葉的表示,現在市場不需要第二個成龍,他無奈說,現在只要你長得好看,不用你會打,不用你會演戲,你站在那邊就行了,似乎在暗酸,許多長得帥的小鮮肉,沒有實力也有千萬片酬,同時在感嘆植物,希望有一天又回到他們那個年代,那些真正的動作小職就有機會,一席真心言論,也再度於網上引起熱議 我也曾經想找第二個JP圈,但非常的,市場不需要,你多好的工夫沒用,現在你一定要長得好看,不用你會打,不用你會演戲,你站在那邊就行了